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介绍的这款,只要你不吃下去,就不会觉得毒了 基本上也是换皮游戏 只是最近快开服了,才被推送到我这里 苍穹英雄 该款游戏在中国叫做《王者之心2》 开发商是保保护鱼 是间资料很不明朗的公司 甚至实际上是不是他们开发的也不可考了 因为我能查到的资料很有限 我觉得大概就只是个挂名公司 可能只要会改商城礼包跟机率,就可以支撑开发商了 台湾的代理是乐意传播 这间也算评价满满,当然我是指不好的方面 前阵子有个热门作品《失落的方舟》也将由他们代理 但如果比起玩信任度低的代理 我个人还是推荐玩海外服会比较保险 千万不要低估农夫割韭菜的实力 回到主题,玩法一样是放置型垃圾 改款基本上我也很确定是用同个模组出来的 还有一款叫做阿修罗之眼 基本上也是这款的武侠进阶版 也跟之前介绍过的泛花手技差不多 除了是套了Q版的建模以外 其他玩法上都大同小异 但我觉得美术跟界面又更烂了 这种Q版画风,很像是给低年龄层小孩玩的游戏 给我的感觉很粗糙且劣质 比以前的Flash网页游戏还不如 这款游戏画风还会让我想到 某款会出现二选一 大家都想弄死英雄的手游试玩广告 真不愧是宝宝游戏 在这精益求精的市场 直接给你翻譜归真 结论 垃圾烧不尽 春风吹又深 真的是十个放置 九个垃圾 一个大型垃圾 有人拼命烧钱用热情做高质量游戏 也有一些游戏代理 拼命往玩家嘴里味 真的是有钱赚就好 玩家体验都无所谓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G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请不吝点赞 i我认识 投资 никаких 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